军检侦办红仲邱案 昨天是传唤了52542旅的前少将旅长沈威智 也就是画面上最左边那一位 而并且当场是以涉及职权妨害自由等罪嫌 把他由关系人改为被告 而沈威智也是红仲邱案目前军阶最高的被告 沈威智目前已经以30万交保 而红家律师邱显智则是要求军检注意 沈威智有没有妨害自由致死 丘显智也曾经表示沈威智他自己身为少将旅长 却竟然在重要资料不齐全时 还是签章同意关红仲邱禁闭 让家属难以接受